在12号再次否决了英欧达成的脱欧协议之后 英国议会下院又在昨天通过了一项修正案 反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之下无协议脱欧 首相特雷沙梅随后表示 要保证不出现这种情况 英欧就需要达成一份脱欧的协议 但是欧盟已经明确地表示 此前被英国议会下院两次否决的脱欧协议 将会是一个唯一可行的方案 那么今天英国议会下院还将就是否推迟脱欧进行投票 分析认为如果投票决定推迟 那么英国可能会以提前大选 或者是第二次全民公投的方式 来打破目前的脱欧僵局